我们修得越好 德性越大 对不对 修得越好的人 德性是不是越大 但是你们看一看 有佛在的地方就有魔在 所以修得越好的人 为什么很多人说 台大我念经念得很好 前一阵子念得很好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我念不下去 而且经常有那些不好的东西 在我眼前出现 很多人都说 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在我眼前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越修得好 他的魔障也越大 大家知道吗 唐僧修得好 到十天取经 九九八十一 我们在人间 我们在修行 我们修得越好 他的魔障越大 所以我们只有克服魔障 我们要坚持 所以说我们要坚持坚持 忍辱精进 克制 好好的修行 我们才能越过重重障碍 才能克服魔障 大家记得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魔 大家知道魔不可怕 你们想一想 魔就出来了 什么魔 心魔 一件事情想不通 心魔就出现了 你们知道吗 有嫉妒魔 你们听到过吗 有称魔 你们听到过吗 还有什么魔 知道吗 笑也有魔 哭也有魔 你知道这个人 整天哭哭哭 哭到后来 会把魔哭来人知道吗 所以叫你们开心一点 所以排长 大慈大悲大慈大悲的哭 大慈大悲的流泪 没有关系 不要乱哭 不要吓哭 知道懂吗 要笑 用妙法 只要把佛装进你们的心里 那就是妙法 能够把菩萨装进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能够落实到你们的生活当中去 你们就是菩萨 就是在救度众生 所以不管什么方法 就是要救度众生 就是要把菩萨装进你们的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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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